全雨昕 好久不见 墨云 不可能 他不是墨云 他会说话 全总 好久不见 你可以叫我Daisy 或者我的中文名字 墨云 于哥哥 他 他 他不是墨云 白小姐 这么久不见 你还是对全总 一往轻深了 墨云 你去哪儿了 全总 你当您为什么要走 全总 请您放开 少卿 我没事 全总 我们今天来是 辽贵公司收购的事情 不过我看你状态 好像不太适合 我们改日再约 全总 你们先出去 出去吧 月哥哥 你要说什么你说 我回去还有事 我想说什么 月哥哥 阿明 查他住址 还有他在国外这些年的所有资料 好 墨云 怎么会回来呢 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我是不会让你抢走他的 喂 哦 好的 是江总 什么事啊 怎么不接电话 刚才有事静音了 我听说你回去便杨云要收购全市 这和我们的计划不一样 我收购全市不过是我的障眼法 以我们极光现在的实力 根本动不了全市 我只想借眼前这棵大树 去下下我们真正要收割的那些小树 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 对了 见到那个人了吗 还有别的事吗 怎么 我还不能问问了 见到了 不过都是聊聊工作 那就好 那你在国内等我 等我这边忙完了 我就去帮你 知道了 好 老板 您和那个全的 开车 你不是有房卡吗 敲什么门啊 怎么是你 房卡 你把房卡给谁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出去 我不 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 我就出去 不出去是吧 我叫人了 喂 前台吗 这里面有人闯进来了 帮我叫保 前台吗 不好意思 那个她是我老婆 我们刚刚吵了一点假 她又有一点发火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和好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全市 你到底要干嘛 我就是送个早饭而已 我不需要 那这样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我这是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把房卡给谁了 我才能告诉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 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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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总 你擅闯我们莫总房间 我可以报警的 你可以报警 把房卡先给我 你说什么 云云 我跟你开玩笑的 这样 先吃早饭 明天我再来跟你送 老板 她刚才叫你循运 这 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不该问的别问 哦 老板 你父母的事太久远了 能够查到的东西不多 哦 知道了 咱们这次估计在国内 要逗留一段时间 要不先租个房子 你决定就行 嗯 这个还挺适合你 要我自己 要好好教教我 这可不简单 那您一定要严格要求 我是真想去 你放心吧 我肯定严格要求 随便谈一点轻入音乐吧 好 最近拍戏太累了 你看我 黑眼圈都中了 小月姐 您哪有什么黑眼圈啊 还是这么漂亮 就你最贴 你过奖吧 小月姐 今天全场就是你 你瘦石 全大少爷一出来 肯定就移不开眼了 哎 全少爷来了 不好意思 全总 全总 太来啦 等一会儿好久啊 好帅 不好意思 全总 全总 好久 不见 好久不见啊 谁呀 怎么从来没见过 是那么漂亮 是那个小明星吗 我以为全少爷是来找薛小月的呢 各位来宾 今天的酒会正式开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 极光集团总裁 莫云莫总 有请莫总上台致词 你认识吗 要不要替你 小月姐 她是个哑巴 不会说话的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表姐 之前害的我家害的猴子 莫总 我听说您自小就不会说话 这次致词 要不就我帮您吧 正好之前在剧组的时候 学过一点哑语 各位好 我是莫云 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 这次回国 看到了我们旅游行业 如今发展得这么好 我非常开心 希望在未来 能够找到一位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让我们的旅游行业发展更上一层了 谢谢大家 牧总 欧总 金杯 请你一杯 谢谢 何 쉽 二 大 这不是牛奶 我知道你乳糖不难受 这是多酱 其实你并不想收购全室对吗 全总 这里好像不太方便聊宫事 行 那我们解了私事 其实我很想知道 当初你为什么会离开我 我当初为什么会离开 你心里不清楚 玉玉 我到底清楚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不好意思 适配 玉玉 老板 跟许总约的时间到了